C-ray隐藏着的恐怖问题不要随便问 1.树心蜜蜂用英语怎么说 2.搞笑泥浆去尿用英语怎么说 3.伤心的蜜蜂用英语怎么说 4.战争C-ray果汁伤心的蜜蜂 啪啪啪啪啪用英语怎么说 老家姐之前也拍过C-ray的恐怖挑战 问的问题都非常诡异 比如说藏室地方 比如说身边有没有RPL之类的 但是这个树心蜜蜂是什么鬼 还有搞笑泥浆去尿 没有人奇妙的 不是恐怖问题吗 还不能随便问 我就不信了 今天我来试试 我们要开始了 嗨C-ray 树心蜜蜂用英语怎么说 嗯 C-ray没有反应 是看不懂吗 用美识意 树心蜜蜂这么说 Trainer B Trainer B 这什么态度啊 听说我吹这个 虽然C-ray的回答不怎么礼貌 但好歹没有说这场吓人的话 我们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测试 嗨C-ray 搞笑泥浆去尿 用英文怎么说 用美识英语 搞笑泥浆去尿这么说 法林曼狗屁 法林曼狗屁 老子们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刚才C-ray是不是在骂我啊 但我说你不会回答 你就说不会回答 我提什么骂人呐 明明是在做C-ray的恐怖挑战 但为什么觉得气氛 一点也不恐 这种博言也不诡异啊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 对问第三个问题 C-ray 这一次你一定要正经一点 嗨C-ray 伤心蜜蜂 用英语怎么说 用美识英语 伤心蜜蜂这么说 三逼 三逼 我还得重新买 气氛了 我感觉我咽下这口气啊 不行 我得骂回去 拍C-ray 你就是个大傻子 这么说合不好 四个问题好长啊 战争 C-ray果汁 伤心的蜜蜂 啪啪啪啪 用英语怎么说 怎么说我就不说 肯定没有好话 你敢敢吧 第四个问题问一下C-ray 然后把答案写在评论区 看看你会不会气氛通学 咯 咯